我們現在來腳手步 輸的嘛對不對 我要緊張喔 我現在已經緊張 來 剪刀石頭 嗨 我是Polla 歡迎 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我們今天要吃這個 那個是什麼 起司蛋糕 起司蛋糕這麼小一盒 對啊 很特別吧 好像是餅乾 看起來很像是餅乾 可是又可以覺得很像蛋糕 對 又是蛋糕 不然我們趕快打開來看它長怎樣 好可愛喔 而且它比我想像中的小耶 對 欸 不覺得妳有吃過一口酥嗎 有有有 超香啊 超香 它剛剛又是一口酥的一半吧 對 可是很香 好濃喔 超濃 超濃 超像在吃那種起司蛋糕 而且吃完整一整個的感覺有沒有 可是超好吃喔 超好吃 而且妳不要看它小小的一個它味道超濃 嗯 味道超濃 然後它外面是有點小脆脆的感覺 對 它外面有點小脆脆的感覺 你看 這裡 然後裡面你看滿滿的起司餡 超酷的 而且很酥脆的耶 我覺得這個是一下就可以吃掉的東西 它這一塊吃一小口就會有一個起司蛋糕的感覺 所以你們兩個人採權輸的直接把剩下的每一塊做一次吃完這樣就可以獲得一整塊的起司蛋糕了 全部嗎 好像沒有很開心的感覺 這真的有點懲罰的感覺 對啊 我們現在來攪手布 輸的嘛對不對 我好緊張喔 我現在已經緊張 來 剪 刀 石 石 頭 布 啊 我贏了 有點怕啊 你不要看它這樣小小的 因為它一塊味道就很重 對 它一塊就像一個小三角 所以你這樣吃完十塊剛好一個八寸蛋糕 我們來看甜甜吃八寸蛋糕 來吧 可是不得不說這真的超好吃 沒有沒有沒有 只做一次喔 一次啊 而且我覺得這喜歡吃起司真的非常愛 起司控 可以去買好不好 可能我嘴巴上沒有八個耶 不會啦 太小看自己耶 嘴巴破痛 人的 一邊就四格 如何如何 是不是一整塊起司蛋糕的感覺 我只是想要做 我怎麼 卡路舌 我怎麼 卡路舌 是不是很濃郁 超想吃你 你會不要再吐掉一半 你感覺像就把一整塊這樣 直接塞進去耶 好豪邁喔 它現在已經滿到不能講話了 你給我一下 我怎麼知道口感是什麼 順便介紹一下 超濃郁 真的很好吃 不誇張 這真的 超濃 好怕怕 怕怕 我跟你講你大概 你這樣一盒一次吃完 大概近期不會想吃起司蛋糕了 它真的你現在吃掉一整塊是蛋糕 那吃貨們我們下期再見囉 拜拜 兒子 兒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